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首先先來感謝一下大家對我喜歡的動物要搬家 改成讓別人搬走的方法這支影片的喜愛 點閱數破萬這件事 對一個只有200人訂閱的小小頻道是很大的鼓勵 而關於那支影片中所提到讓島民離開的方法 在今天有了一個全新的突破 可以更快速的讓島民想搬走 而且你還可以指定要誰搬走 那我的消息來源是來自日本的一個攻略頻道 我會將頻道連結放在資訊欄 懂日文的朋友可以點進去看看喔 不過今天的影片我沒有要示範給大家看 只用圖片加說明的方式來跟大家解說流程 那上次影片中有講到動物想搬走時 牠們頭上會開始冒泡泡 對話後才會跟你說牠們想要搬走 這次要教大家的方法全建立在一個遊戲機制上 那就是你只要沒有跟搬來島上的動物居民說過話 牠們就不會冒泡泡就不會說想要走 也就是說至少有交談過一次 動物才會冒泡泡 那基於這個理論我們要做的就是創造一個全新的帳號 做一個完全沒有跟島民接觸過的新島民 由這位新島民去跟你希望牠搬走的動物說話 再來就跟我之前那影片一樣 有人想要離開的那一天我們只要切換帳號給新居民登入 這樣子想離開島的人就一定是那位有跟牠說過話的島民了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十分理想 我也有試著操作一次 稍後再跟大家講一下心得 那我先來說一下理想的流程會是怎樣 那要示範趕島民我需要一名助手 雖然我現在島上沒有一隻動物是我想叫牠離開的 那當作是示範呢 我請我島上的猴子遠仁來示範 找牠來示範是因為我希望大家可以多認識牠 遠仁超可愛的 可是牠知名度不高 這讓我很在意 明明超可愛的 那假設現在我希望遠仁離開我的島 我就設立並登入全新的小帳號 進來後只跟遠仁說話 其他人一律不接觸 講完話後就等於成功滿足條件 以後在登入使用這個感人用帳號時 因為牠沒有跟其他村民說過話 所以其他村民都不會冒泡泡了 現在只有剛說過話的遠仁會冒泡泡囉 那條件達成後我們就記錄後退出遊戲 接著就是調整時間 促使有人想離開的事件發生 那這部分大概就跟我上次影片的內容要做的事差不多 確定有人要走了之後 我們不做選擇然後記錄退出遊戲 把時間調到當天的4點59分 然後用我們的感人用小帳號登入遊戲 聽完廣播後記錄再退出 接著把時間調到居民醒著會在外面活動的時段 一樣要在該居民在戶外的時候才會冒泡泡 這時候因為新帳號只跟遠仁說過話 所以島上會想離開的人只剩下遠仁了 這個感人的過程也就圓滿結束了 感謝遠仁陪我們一起示範 但我剛剛說了這是個理想的流程 我實際測了一下發現有個門檻非常麻煩 那個門檻就在於新帳號實在太新了 因此會有一個狀況就是你要趕走動物的時候 對方卻很開心的跑過來教你表情 他教你表情後那天他頭上就不會再冒泡泡了 必須另外等下一次有人走的時候再走一次這個流程 你就只能把表情給學起來 這樣才不會下一次他又教你表情 也就是有可能好幾次島上都有人想要走 可是你換小帳號進去變成只學了一個表情 然後事件就結束了 所以在這個小帳把表情學好學滿之前 這個動作必須重複多做個幾次 當然這個帳號角色如果累積越來越多表情 以後就是可以當一個專職的感人用帳號 是有沒有這麼多人要趕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蠻適合剛開始玩不久 正準備要來湊10個理想倒明的人使用 不然為了感人還要養個專門學表情的帳號 其實也是有點費時啊 以上就是指定感人的流程 以及我自己實測後的心得 一樣老話一句要不要使用請自行考慮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掰掰